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曾任前南州委副书记 州长 贵州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 贵州省政协民族与宗教委员会主任等职务 2022年2月 经贵州省委批准 贵州省纪委监委对贵州省政协民族与宗教委员会原主任向洪琼 涉嫌严重违继违法问题 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 向洪琼丧失理想信念 背弃初心使命 对党不忠诚 不老实 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 毫无组织原则 在组织寒寻时 避重就轻 不如实说明问题 利用本人职权形成的便利条件 违规从事盈利活动 谋取巨额利益 不正确履行工作职责 违规审批出借财政专户资金 历令致婚 技法底线失守 甘于被围猎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2013年10月至2016年9月 向洪琼利用其担任前南州委副书记 州长的职务便利 为企业老板或单位谋取利益 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向洪琼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 连结纪律和工作纪律 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 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 不收手 不支支 其违纪违法性质恶劣 情节严重 应予严肃处理 2022年8月 经贵州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 并报贵州省委批准 决定给予向洪琼开除党籍处分 由贵州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 2023年9月 向洪琼因犯受贿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150万元 自己没有做到以身作则起到好的榜样作用 反而三观出了问题 私欲膨胀 违法犯罪 家风教育就显得苍白 我不配做大姐 也使整个家族笼罩在我犯罪阴影中 家已不家 惨不忍睹 对不起家人和我妈 所以说 我的违法犯罪 也对家庭是一种严重的伤害 没有带好头 如果我找我 弟找我帮忙 我站我脚跟 一点都不肯帮的话 他也不会坐牢 怎么处理我都可以 但是一家的话 三个人去坐牢是什么意义 我自己没当好大姐 我又去利用我妹 我的家人也在我违法犯罪的这种阴影的笼罩下 惨不忍睹 所以说 我走到今天 我真的是深深的忏悔 我真的很后悔 我要这种 马不稳 睡不着 只对审判有用的钱来干什么 我也问长天有几个家庭 如此的悲惨 极端